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众的配合 這個案子牽涉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還有民眾的配合 要做這個終極的狀態 我們希望說有土壤抑化前市地區的幾個地方政府 我想今天在座六都幾乎都有涵蓋在內 能夠盡快地提計劃申請我們內政部的補助經費 也要請經濟部盡量去輔導這些地方政府 在執行中度、精度的這個土壤鑽灘的時候 給予這個專業上面的協助 我要特別提醒說 其實我們國內的鑽灘的產業 並不是一個大家心目中覺得說比較專業的產業 過去是比較草根型的產業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幾年這個土壤鑽灘這個過程 能夠把這產業水準提升 希望這個案子執行幾年以後 我們國內鑽灘產業是一個非常符合國際水準的產業 所以我們政府一方面執行這個計劃 有我們自己的目的 另外一方面也要顧到我們國內相關產業的發展 這個我要特別提醒 這是地方政府配合的部分 民眾配合的部分就是後面這個建築補牆 跟這個有些地質改良 這個要透過這個都更的這個程序 那都更我們也都很了解說 其實過去民眾的意願是相當關鍵 那我們最近修了這個都更條例 已經把這個相關的條件有所放寬 所以讓民眾的這個意願 達到這個門檻比較容易實現 所以地方政府在執行這個鑽灘的時候 需要我們內政部跟這個經濟部的協助 那麼另外一方面 中度精度的這個鑽灘資料 地方政府一旦逐步的建立以後 地方政府這邊還要進一步的去督導 我們這些工程建築產業 在做西部鑽灘的這種品質 那我想這個案子 即便我們只能起一個頭 但是我相信我們今天起的頭 對於我們國內來講 是一個長治久安的一個重要計劃 所以今天這個院會特別請內政部 來做一個報告 以上 謝謝